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来一同探寻曾经的三国往事 和如今村落里的英雄情怀 抹不去的记忆 割不断的相愁 大家好 你现在收看到的是美丽乡村印象 我是叶剑 用镜头去记录乡村的喜怒哀乐 用心去聆听乡村真实的声音 总有一种坚定的情怀 能够走过历史的悠悠过往 保留延续至今 总有一些传奇的故事 能够口耳相传 漫过沧桑 那本期的节目呢 我们将穿过神秘玄幻的八卦山林 伴着自遥远情音传来的呼唤之声 踏过历史封城 一探古今 说到我 不一般 远看是山 尽看是光 山两山来 光两光 到处都是石头山 起行怪事不成正 是正摆在那山中间 好时密宫走进去 不知去想是那边 红军妹 红军宣 全要在树林又叫着翻 一步走来 一步看 去去道路却下边 前面的四山正去路 罗大爷坐在这条 再熟悉不过的古路上 闲事悠然 这里是三国时期刘备的军师 庞统陨落的地方 据说庞统死后 便被安葬在了这里 为纪念庞统 后人在这里 修建了著名的庞统祠 走在庞统祠里的罗大爷 手上拿的正是道家的传统乐器 叫做道琴 现在社会中几乎失传 道琴又称道琴 民国初年也称竹琴 一般使用竹筒一支 把中间的竹节掏空 再起一端蒙上猪护心油皮 伴奏的碰琳 帮复在两块长竹片子末端 声音古朴精脆 绵延悠长 办事上来做 我还是来做 是听众 本人把这个作品 打得很可以 我就这样来听 听了以后 这个师父他说 你喜不喜欢这个 我说我还是有点喜欢 他说你喜欢 那你给我唱了一首歌 然后我就唱了一首 喃喃的天上白月飘了 他又听了我的声音 哭了 就哭头就摆了我一诗了 摆了我一诗 他说我喊你 知道这个道具了 我就赶紧把这一抄 道具送给你 给了我的成本 就是老成本 我看了以后 爱吃下 我只想到小小 那个喃喃送给 去趁着一趁以后 哎呀我看的话 哪个人那么耐心的 我来 直直细细来听你的 必须要精简给药 就是我自己鼠边 把他看了一下 我就进去刷了 碰碰的话 这个地球也是文人 也是聚目很高的 就是 随进天使所说的 一个蓬通 一个祖国梁 第一人 就能够对天下 在这个流去 我呆了几十年 呆了几十年 从开始还没得复制 就呆了这里 进去复制 一直呆了这里 蓬通辞里 蕴藏的不仅有 沧桑传奇的故事 更有历史悠久 依然于世的古老印记 老人脚下的路 就是最为悠久的 古蜀国异道 也正是初穿入蜀的 比京之路 大家进来 过后可以留意到 我们脚下这条道 我们脚下这条道 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 秦蜀金牛古道了 它目前是整个四川境内 保存下来 最为完好 最为完整的一段 我们现在称它为 最早的川散108国道 可能最为准确了 十仙里白的蜀道栏 南云上青天 所提到的蜀道栏 就这条道了 蜀道自然 我们这关口 就是一个分界点 而过了这个棉竹关 再往蜀走 这边又是无险可守 一马平穿的成都皮园 所以说蜀道蜀 就从这地方开始 也在这地方结束的 正在为游客进行讲解的 是庞统子的解说员 陈小梅 她是这里经验 最为丰富的解说员 每天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 就是准备好自己的工作设备 就是准备好自己的工作设备 等待着为每一位到来的游客 讲述这里的故事 各位嘉宾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三国鼠海山寄 白马关 我在这地方工作有20年左右了 20多一点 然后每天接待的游客都是 最初感觉就是每天讲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还是挺枯燥的 但后来我又想了 就是每天他虽然想的是一样的 但是游客不同的 每天来的游客是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之后 能够更加地了解了一些山国文化 了解了一些旁统 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挺有意义的 在公元的759年 师圣杜甫也是沿着这条古鼠道 转转地来到四川 当时既被迫丢关 又经历了鼠道之来的杜甫 心情本来是很郁闷的 但是来到这个关口的时候 一下就看到了一马平成的成都提前 他的心情一下豁然了 还在日立方创作了一首诗 《路头山》 观前数路艰难 观后广袤辽阔 这样的奇特分界 着实让我们赞叹 也正是这样奇特的地形 影响了这里数代人的思考方式 让他们有着更为灵活 多变具有坚定不移的处事态度 好了 在这边前边相方一程 我们可以看到 保留了三个清代时刻大证 这个是雍正皇帝 身边了一个带到 世为魏光明留下的 这三个证是从这边念过去的 佛 孝 佛 做人们首先是要一心向佛 要心存善念 与人为善 与世为善 孝敬父母 做到了这两点 自然就有一个结果有福了 我们现在从字面上 非常简单去理解 我们这个佛教佛的字 从结构上把它分为了 左右结构 左半部分的一个单人旁 就带子的人 右半部分的一弯弯曲曲 就带子的人的 这个一生的经历 然后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一个行动效了 百善效为先 我国汉代之初 便提出要做到举孝联了 我们把孝敬分为了 一个上下结构 上半部分是个老人的老人 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是个子女的子 老人上了年纪的 岁数大了 就需要做子女的 给他参齐一片天 供养住他 孝顺住他 福气的福字呢 我们现在寻常百姓呢 从字面上很简单去理解他 左半部分一个事部 所以这地方 我们可以尝试 把事部理解为衣部 右边上面 一横式带子的住房 中间里口式量丝 带子人口 田式带带的田地 寻常老百姓 追求理解的福气挺简单 能够有衣服穿 有房子住 人口平安 有田 有地 就是所谓的有福了 这同样也是前半的认识 加行动过后 最后追求获得了一结果了 行善 尽孝 知足 这是白马村人 对生活的态度 这种淡定丛种 在今天 使人更为感动 文字前的解读 让人直观地明白了 什么才是岁月安好的真谛 与此同时 睿智通透的生活思维 也在村子里自古流传 我们中国所谓的古建筑里边 是非常讲究的 这是以土木结构为主的 而唐总慈然清朝政府 在重新修它时 就吸取了那种土木结构建筑的教训 就是它很不牢固 还容易着火 于是就大胆创新地采用了石结构 这在当时也是没有的 可以说是一个 完全是个大胆创新了 用石头来铺的地 石头砌的墙 我们门口还可以看到 石头雕的柱子 左右两边 石头凿下了窗 现在我们进到了 此类的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个旁统的建筑 完全呈现出来了 石铺的地 石器的墙 走过经过 看到这个柱子 一整块的石柱 要在沙岩石头人 找出这样一整块石柱来沉重 这个也是非常难的 祠堂里的建筑细节 无一不体现着 当时人们对于旁统的敬畏 无论是对于先生 大致未成的遗憾 还是对于他忠于人主 低调形式的风格的憧憬 都体现着旁统 至于这里人们的重要性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存在 不会一风而散 只会在时间中愈发深厚 厚重的文化感 也让我们深陷其中 深深体会到 前人的精细执着 与中意情怀 现在我们所看到 这个石窗 是在整个古建筑里边 用到最为少见的 一整块石板上 找一扇床 露空露雕的 这个要放在 科技发达的现在来讲 在一整块石板上 去找这样一扇床 相对非常容易办到 但是退到三百多年前 那会儿要纯手工 来打招是相对比较难的 因为这种石材杀岩石 您稍微用力过大的 去找它 一整块就碎了 用的力度不够 它又找不出这个效果 所以说技巧是非常难把握的 也是非常少见的 石窗 这里建筑风格的独特 也让我们倍感惊喜 遥想过去 没有高精尖的设备仪器 人们却能做出 如此精美细致的东西 这体现出 手艺人的诚心淬炼 更体现出古白马村人 做事严谨认真的态度 现在当地政府呢 也是大力地在发展这个旅游业 每年我们这景区呢 它都有很多像什么ATV啊 还有全国什么3D自行车 精英挑战赛等等这些赛事 通过这些赛事呢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地方 来到这地方 让他们来聆听我讲三国故事 来了解旁统 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些文化 曾经这里的故事还在传扬 而新鲜的生活也正在继续 当地政府大力发展了旅游业 建造了集中聚集的新村 这里的很多村民 还做起了农家乐 前来的游客们 除了能细听一代殷豪的事迹 还能品尝到当地的传统菜药 这家金面子农家乐 是白马村中众多农家乐中的一所 老板金伟是村里的名人 他的名气不仅是因为热情好客 善于经营 还因为他是金面子这道菜的传承人 这道猪脸特色菜药 也成为他立足舌尖江湖的拿手绝活 成品的金面子制作完毕后 还要经过切割摆盘 才能摆到客人的餐桌上 菜品上桌 香浓的味道就已经扑面而来了 如今在政府的牵头下 新村发展日新月异 游客也与日俱增 农家乐的生意越来越好 这让经营变得有些忙碌 妈妈帮他抽下苏西兰菜 这儿肯定等他在 这儿我要再去买点菜 现在政府打造了这个乡村旅游 还专门请人来设计这个三个新村 你看他的风格都是清涵的 设计清涵的风格 就是为了吸引很多的外地有客 过来游玩 过来玩耍 灰派建筑精细绘制的墙体化 清秀独到 宛若归中名门 落落大方 而又清新婉约 秦汉建筑的浑厚朴实 犹如一味不善言语 却又忠义无双的沙场名将 浑然天成 质地有声 看似风格迥异 却又能和谐于一体 这正是白马村的特色之一 新建的这三个村 像一个品质 如果你从高处看的话 它这个就比山鬼文化 也像山树丁的那种感觉 很多客人呢 以前来 刷一天就走了 但是现在 好多客人都是为了我们建筑风格 有可能还留下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说好来走 为了感受我们这个乡村的花景 曾经三国争霸的英雄豪情 依然惊心动魄 今日 三足鼎立的三座新村 携手发展 齐头并进 究竟是历史的巧合 还是英雄情怀的牵引 我们不得而知 但精神依旧 时代更新 内心依然 放眼望去 昔日的古战场 八卦谷 仿佛仍有千年之声 旁统瓷旁 道琴相伴 古意道上 车轮拂过的痕迹 清晰可见 而今日的白马村 已经和另外两座村落 秉称为凤厨新村 历史的厚重城在下 新村的新生 也仿佛拼上了 长者般的从容 这里的故事 不会被遗忘 相信这里的未来 也会如凤厨之民一般 凤凰夜盘 辉煌乍现 而踏过岁月痕迹 长眠与此的旁统瓷 也在悠悠道情的呼唤下 继续翻阅历史的长河 记录古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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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马村是保存比较完整的古村落之一 村落历史悠久 文化积淀深厚 如今白马村的农房土墙黑瓦依旧 村庄保持了最初的纯真 空气中散发着 鸡鸣犬废小桥人家的敬意神韵 而这份独有的韵味 也将伴随着白马村人历久弥真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美丽乡村印象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